这一幕让外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就连星空殿堂内的各宗老者也都神色一变,第二个形态,这童子怎么修行的居然能修出第二个形态? 这方墓,莫非要陨落在这里? 外界震惊,此刻外界看不到的血雾内,孟浩站在那里,他的身上散发出血妖鸿芒,孟浩冷漠地看着四周上千的血质,这些水质此刻一个个颤抖,似恐惧到了极致。 血,血妖大法,饶命,方道友饶命啊! 在这上千水质上散出了那童子的颤抖的神念,孟浩没有理会,神识扫过一只只水质后,心念一动,轰鸣回荡间,这一只只水质全部崩溃,一一落下后,成为了飞灰。 血雾消散时,孟浩脉步走出,到了一旁后,神色平静地盘膝坐下,而外界此刻再次哗然。 那童子的大法居然失败了,之前分明看到上千的水质,只是被这红雾遮盖了视线,看不出究竟,不知这方墨如何取胜的呀。 血仙童子击败了太阳子,而方墨则击败了他,方墨无敌呀! 外界众人纷纷心惊时,星空殿堂内各宗老者一个个皱起眉头,看向孟浩时都露出深思。 他们也没有看到红雾内的一幕,但血质大法的第二个形态很是难缠,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取胜,让他们很是疑惑。 应该是这第二形态不稳吧,自身崩溃的。 就在众人疑惑时,仙谷道场的老者缓缓开口,声音回荡殿堂内。 这是唯一说的过去的答案了,毕竟那血质大法的第二个形态,在众人看去很难修成。 擂台上,孟浩平静地坐在一旁,他与那童子之间的战斗引起了四周不少人的震惊。 尤其是那些天骄,童子之前击败了太阳子,而如今,孟浩与童子之间的厮杀更是让他们关注。 当看到童子那里的血质大法时,这些天骄都神色变化,而后发生的一切,使得孟浩在他们看来充满了神秘。 赵亦凡的双眼内战意更多,他遥遥地望着孟浩,没有说话,但目中的光却是越发的灵溺起来。 凡冬儿皱起眉头,对于孟浩这里,他一方面有些莫名其妙的厌恶,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对方是自己的同门。 李灵儿以及孙海,目光都在孟浩那里扫过,相比于李灵儿,孙海的感觉很强烈,他再次看到孟浩时,脑海浮现出南天星的噩梦。 其他人的战斗还在继续,除了孟浩这里之前的战斗激烈外,还有一处擂台也引起了众人的关注。 这擂台上的是那戴着面具的黎炎,而他的对手赫然就是那来自炎魔海的甘寿青年。 这青年出手时,火海滔天,目露火光,而黎炎那里站到了最后摘下了面具,露出了一张满是伤疤的脸。 目中露出战役,二人出手,惊天动地。 最终黎炎尽管败落,可那炎魔海的天骄也一样重伤。 这一战让孟浩对黎炎的实力有了更深的了解。 外界地久山海众人也都纷纷叹息。 可惜了,这黎炎应该有进入十六强的实力的,但在这一战偏偏遇到了炎魔海的陈浩。 他也的确了的,哪怕失败,可就算是陈浩也都被重创。 只能说他运气不好啊,不过这一战他虽败犹荣。 不知道了最后这些试炼者有多少人能存在? 三个境界的各自第一属于他们还是属于那些各宗的天骄啊? 星空殿堂内,那些各宗的老者也都目睹了之前的树战。 此刻一个个内心都有心思,神情上没有表露丝毫。 可在外界,已有人开设了赌局,赌这些剩下之人谁可以进入八强? 很快的,这抉择三十二强的擂台战出现了序幕。 淘汰了一半多三人后,剩下了三十二人。 这三十二人里都是智强之修。 修整一天,一天后,进行十六强的抉择。 灵云子的声音回荡时,倒数主干,在这快要接近顶峰的树叶上,包括孟昊在内的三十二人,各自盘膝坐下,调整修围,准备一天后的战斗。 而此刻,元英与斩铃古路上,也进行到了三十二强之中。 在孟昊这个高度,他终于可以看到元英擂台上的陈凡了。 陈凡那里也坚持到了抉择三十二强之列,以其元英修士尽管面对的也都是同一个境界,可依旧很是艰难。 但偏偏,他都熬了过来,此刻出手时,他的剑上多了一份犀利,尤其是那黯淡的情绪,使得对手很是心惊。 陈凡那里也早就引起了不少宗门的关注。 能在剑上蕴含了意境,且只是元英修为,这种人日后必定惊艳,尤其是三教六宗中的一剑阁,本就与一剑宗有些关联,他们是最先注意到陈凡的。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,陈凡成功地进入到了三十二强之列,而孟昊这里也开始了抉择十六强之战。 擂台开始,随着光芒的闪耀,在这主干的靠近顶峰的树叶上,孟昊的对手是一个天骄,是那五色宗的女子。 这女子衣着五色,之前的几次出手,孟昊都曾关注过,此女所施展的五行术法很是惊人。 相比于孟昊,这女子更是谨慎,她看到自己的对手是孟昊后,内心咯噔一声,这场擂台赛,她最忌惮的几个人中,孟昊算是其一。 彼此抱拳一败后,这女子抢先出手,掐绝间立刻金木水火土五种神通全部展开,幻化天海,巨舟,天空有火羊笼罩。 隐隐间有一个巨大的土人手持一把金色的大剑直奔孟昊来临。 孟昊双眼露出奇光,身体向前一晃时,挥手间立刻紫海降临,这是她的水图腾,而紫海之后则是金乌出现,那是她的金图腾。 紧接着,她的木图腾、火图腾还有土图腾全部出现,赫然也是以五行对抗。 二人出手时天地色变,轰鸣回荡,让外界众人纷纷凝神看去。 擂台上,二人身影在半空交错,不断出手。 金木水火土,五行大道展开,轰鸣间已对决数十次之多。 孟昊没有出全力,只是以五行为道,与那女子对战。 以此战磨练自身五行竖法,而这女子的五行更是娴熟, 二人之间的斗法在外界之人看去,都有种仿佛五色宗弟子之间切磋的感觉。 就连五色宗的修饰也都有种错觉,纷纷愣在了那里。 这方木居然也擅长五行之法,不可思议啊,这五行之法虽说很多人都掌握了一些, 可都不能与五色宗比较啊,而这方木竟与五色宗的寒梅斗个旗鼓相当啊。 战场一共十六处,三十二人都在斗法,轰鸣回荡时还没有抉择出胜负,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黑风突然的出现在了这片鲜虚中, 哪怕是大树所在的庞大尸体都无法阻挡着黑风的来临。 此风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这棵远古稻树的上方。 黑风中露出一双白色的眼,冷冷地看着下面的稻树上正在交战的众人。 在这黑风出现了刹那,灵云子三人面色大变,不但是他们这里如此, 外界地九山的众人也都神色变化。 而最紧张的则是星空殿堂内的各宗老者, 他们纷纷起身,就连三大道门的三老也都在看到那黑风的瞬间, 双眼收索。 远古稻树是至尊当年亲自种下, 其内蕴含了至尊之意, 他们在树旁不会有危险。 九海神界的老者缓缓开口, 此刻在这稻树上所有出手交战之人都看到了这一幕, 纷纷神色变化。 灵云子三人深吸口气,立刻传出声音。 你们不可离开所在树叶,只要在树叶上就没有危险。 几乎在灵云子话语说出的刹那, 一声利笑, 似刻穿金裂石, 从远处轰轰而来。 这声音回荡时, 在稻树上的众人只觉得耳边一通, 没有什么大碍, 可灵云子三人却是喷出了鲜血, 身体一晃, 神色变化, 赶紧倒退, 紧接着大树。 此刻天空上飞来一颗巨大的眼珠, 这眼珠弥漫血丝, 缓缓来临时, 有无数血色丝线从这眼珠上钻出, 飘摇间有凄厉的声音, 苍茫的回旋。 谁, 取下了我的右眼, 我的右眼, 归来, 归来! 声音回荡时, 稻树上的众人有不少喷出鲜血, 无法承受, 可好在这稻树有光芒散出, 只是让人受伤, 没有生死危险。 而无论是那黑风, 还是眼珠, 都只是在稻树外徘徊, 似对着稻树有忌惮。 可不多时, 那黑风似失去了耐性, 其内传出一声尖笑, 刹那间一只全身腐朽的大鹏, 漠然从黑风内冲出, 身体庞大, 惊天动地, 以其锋利的爪子直奔, 稻树来临。 可就在他靠近的瞬间, 倒树光芒猛地扩散, 那大鹏发出凄厉的惨叫, 身体骤然后退, 可却没有离去, 而是徘徊在四周, 双目内死气弥漫的同时, 也有凶残, 一闪而过。 若仅仅如此, 孟浩虽然心惊, 可也不会太取关注, 可偏偏就在他与那五色松的女子, 再次对决交错的瞬间, 远处虚无理, 又飞来了一道身影。 这身影没有了半个头颅, 全身散发黑雾, 手中拿着一杆大帆, 腰上有一把剑, 刺入她的身体。 似乎头颅的失去, 并非是生前的伤势, 而是死后被什么东西吃掉了。 而腰上的剑, 才是让她死亡的致命之伤。 她缓缓地走来, 只剩下的一只眼扫过所有人后, 落在了孟浩身上, 居然缓缓靠近而来。 在看到了身影的刹那, 凌云子等人也是面色变化, 孟浩更是双眼一闪。 就在这时, 五色松的那女子, 默然出手, 掐绝间她的五行竖法散发五种光芒, 凝蓄在一起后, 赫然形成了一个五色烙印, 急速旋转, 直奔孟浩而来。 孟浩皱起眉头, 她此刻无心再战, 右手抬起, 一掌落下, 身后法相轰轰而出, 气势眨眼惊天, 与那五色烙印碰触后, 轰鸣滔天, 烙印直接崩溃, 这女子面色大变, 喷出鲜血。 偏偏在这个时候, 那失去半个头颅的身影, 右手抬起一挥, 手中大帆轰然转动, 黑雾出现,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, 而这身影拿着大帆的手, 一直梦浩, 来来来来, 她声音沧桑, 仿佛从远古传到了现在, 回荡时, 一股巨大的犀利, 轰然爆发, 笼罩孟浩所在的树叶上, 孟浩神色一变, 身体立刻下沉, 可那五色中的女子, 却是花蓉色变中, 身体不由自主地飞出, 眼看就要飞离树叶了。 此刻所有人都在看着这营, 可却无法去营救, 凌云子三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, 却无法相助。 外界地久山海, 无数人都在亲眼目睹, 一个个呼吸急促。 而星空殿堂内, 五色宗的老玉, 它面色大变, 神色内露出前所未有的交集。 那参与这一次擂台的, 不但是各宗门的天骄, 更是它的嫡系族人呢。 舅啊, 女子心惊, 声音都凄理起来, 她的身体已靠近了半空中的边缘, 似马上就要被吸了出去。 她更是看到, 外界的黑风突然一顿, 其内那之前恐怖的大棚, 露出了腐烂的大嘴, 而远处那眼睛立刻有无数丝线, 蔓延而出。 孟浩双眼一闪, 右手默然抬起, 向着女子一抓, 摘星法骤然展开, 隔着虚空一把抓住那女子, 将其向后拽去, 可吸力太大, 孟浩只能延缓一时, 无法对抗。 还不快喊认输, 孟浩低贺一声, 女子猛地反应过来, 连忙急声开口, 认输, 这两个字说出后的几个呼吸, 她的身影突然光芒一闪, 居然在眼看就要被吸出时消失了, 出现时在了下面一层的树叶上, 女子面色苍白, 惊魂未定, 看向孟浩时露出了强烈的感激。 孟浩也松了口气, 立刻盘膝打坐, 抬头望着外面那失去了半个头颅的身影, 目中露出阴冷。 此刻其他人也都松了口气, 凌云子看向孟浩时更为赞赏, 就连他也都没想起, 要以认输的方式离开危机。 外界第九山海众人, 全部被这一幕震动了, 尤其是孟浩那里的反应之快, 让所有人都觉得此人机智至极。 对呀, 只要认输就会被传送走, 虽然时间会慢一些, 可这方法很简单, 可我之前却没想到。 这方木很机智, 在方才那环境下, 他居然还能想到这一点。 星空殿堂内, 五色宗的老玉深吸口气后, 摇摇地看了漩涡画面内的孟浩一眼, 神色内也有感激。 他这一生不愿欠下人情, 方才的一幕, 他记住了, 会找机会报答, 还了人情。 擂台战继续, 你们切记不可离开擂台范围, 一旦出现方才的事情, 与其死亡, 不如认输。 倒树下, 灵云子暗叹一声, 这一次擂台战选择这里, 是三大道门的决定。 他隐隐知道原因, 可这里的危险, 实在不是这些灵境修士, 可以到来的地方。 擂台战还在继续, 选择十六强的斗法, 轰鸣传遍四周, 外界的危险, 反倒是成为了一种磨练与考验。 孟浩这里, 因那五色宗的女子认输了, 最早结束了擂台。 盘鸡坐在擂台上, 他抬头望着外界那半个头颅的身影, 这身影也望着孟浩。 二人隔着虚无目光对望的刹那, 召唤之声又从孟浩的心神内传出。 那把剑, 此番若有机会, 定要夺回。 孟浩双眼刹那一闪, 此剑在别人目中没有什么出奇之处, 可对孟浩来说, 这剑上蕴含了风妖第六镜。 风妖八镜, 每一镜都诡异莫测, 无论是镜深还是镜因果, 都让孟浩在与人斗法的时候具备了更灵活的手段, 让人防不胜防。